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講一下Omicron的變種病毒 為什麼這次的變種病毒特別值得討論呢?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命名上其實是有些很奇怪的規矩 令它無緣無故變成Omicron病毒而不是Nu病毒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原因是因為世衛早前已經宣佈了要用希臘字母去命名新型冠狀病毒的各種變種 Alpha、Beta、Gamma等全部都拿來作不同的命名 一邊輪到下一個應該要被使用的字母是Nu 再下一個要被使用的字母是CSI 其實是讀音而已 大家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就會看到Nu和C的寫法 如果有學過數學的觀眾 相信這些希臘字母一點都不會陌生 因為在數學上面其實是有非常廣泛的應用的 就好像我們統計學裡面有所謂的Beta分佈 它的值就是它的參數分別是Alpha和Beta 我們看到Gamma其實是有所謂的Gamma分佈的 所以看回很多這樣的希臘字母 其實在數學和科學上面也有很多的應用 例如Beta很多時候是會被人拿出來 當作是一個角度的 去說一個角度 究竟有多少角度 Beta等於360就是一個圓 類似這樣 或者其他很多Sigma 很多時候都被人拿出來作為一個standard deviation 而大寫的Sigma 這就是代表Summation 即是所有根據某一些原則下的一些家種 那看回了 Do和C被沒得用來作這個叫做 新型觀眾病毒的命名 這樣根據世衛的說法 就是要避免對個別的政治群體 社會群體或者種族群體 或者專業群體等等造成攻擊和傷害 所以要避免使用Nu和C 很明顯了 Nu其實就是Nu的意思 這個字太過通常了 因為Nu本身就是新的意思 Nu Metal 就是新金屬 新金屬音樂 所以他不用Nu 因為很可能會給人 是不是有一個新的新型觀眾病毒呢 但是他不肯用C字 很多人都覺得是有一個很有趣的 interpretation 因為我們現在中國 我們偉大祖國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呢 就是C 史 競 騙 這樣就是C 是的 習了 所以就被指究竟 世衛是否因為C是習的 國語標準拼音 而不用這個希臘字幕去命名最新的Omicron病毒呢 這樣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討論 好 你都很清楚了 講完這些這麼重要的 這些東西我原來已經講了十幾種變種了 這個好像是來勢洶洶 但是我看到的資料又不是太恐怖的 我也有介紹過 現在還未定是他是不是很猛 也不定是他傳染性很高 只不過現在還未知道 另外他似乎是年輕的人容易一些 感染到 由於有這些這樣的問題 現在就是 很多地方都開始不准有什麼的入境了 你掌握的情況又如何 或者你講一講現在這種病毒 情況又如何呢?恐不恐怖啊? 諸如此類呢? 是的 其實這個Omicron病毒是來自哪裡呢? 其實就是來自非洲南部的 就是南非或者博克馬納 尊巴布衛一帶 我對地方其實就是一樣 他們的地方雖然說是非洲 但是其實是非洲最為富庶和比較 當然是尊巴布衛這樣 穆加貝搞爛了一個國家 但是相比是南非或者博克馬納 都是在非洲較為先進 和有一定工業基礎的國家 所以有很多事情都比較做得好的 而且它持續繼承了英國人留下的制度 所以都管理得不錯 但是我那些地方最大的社會問題 可能大家都未必想像得到 但其實我那些地方最大的社會問題 反而是涉及公共衛生的問題 因為我那些地方的人 他們其實公共衛生的意識上 是不像我們香港人 一有少少疫情 已經個個主動戴上口罩 他們是有很多事情 連一些很基本的衛生上的問題 他們都不太關心 結果就是導致 不論是南非還是博克馬納 或者南非中間的一個小個 斯亞仔蘭和萊索托 都基本上是全球 外資病的疫區 有高達兩成以上的成年人口 在這些國家是患有外資病的 其實看回正因如此 其實外資病的傳播是因為不安全性行為 這件事其實都是代表著我那裡的人 公共衛生的意識是較為低的 有關這個新型觀眾的疫苗接種情況 其實在南非是非常低的 完成了兩劑接種的人口 這次病毒僅僅僅只有24.1% 在這樣的情況下 出現一些新型的變種病毒 是可以說是不足為期的 這樣 在今天早上的報導顯示 南非現在已經有88宗Omicron新病毒的確診 990宗疑似病例 實質上這次的病毒 其實大部分都是輕微症狀的 不是一次很嚴重的病毒 但是和以往的病毒最不同 就是以往的病毒 多數都是影響年老的族群 年老的族群很多都會進入ICU 甚至乎會不行洗洗 但是這次就非常不同 入院族群多數都是40歲以下的青年人、壯年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可以看到了 這次的病毒和以往的不同的 Alpha、Beta、Gamma、Delta 其實是有很大的分別 至於現在大家打了的疫苗 究竟有沒有效呢 上代研究當中 要看看這個Ovicron病毒 是否屬於逃入病毒株 逃入病毒株 就是成功逃過了疫苗的檢疫機制 可以逃過了疫苗 而可以繼續入侵入體 現在入院的人數是比較少的 多數是年輕人 但是有些國家都開始發覺有疫情 封了歐洲 封了非洲來的國家 封了六個國家 歐洲的國家多數都封了 香港是有了一個例的 當然都是引入的 但是好像是入境限制增加了 俄羅斯和某個國家 但是香港政府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現在好像都說限制它 但是其實剛才你也介紹過 現在是輕症為主的 肌肉酸痛、疲憊、輕微咳嗽 南非因為打針的人少 所以都很難找到數據 究竟它打了針和不打針的分別 大不大 是不是暫時都不用太緊張呢? 以你覺得現在這個疫情 因為我們香港正在準備通關 似乎有些不幸 剛剛搞好準備通關 又出現新病毒 是不是又要再封過關呢? 以策安全呢? 這樣我們真的不知道 那你怎麼看呢? 首先就是看這個Omicron病毒 或者看香港本身的疫情 其實香港本身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香港人本身對於疫情 其實一向都是非常恐懼的 看回早在疫情前 在未爆發之前 香港人已經戴了口罩 這件事情當然是因為香港本身 就是一個很喜歡跑數字的地方 為什麼我會用跑數字來形容呢? 什麼叫跑數字呢? 其實香港在今年 其實幾年都是 成功再一次衛免全球人均壽命最長地區 或者香港的PPP等等的數字 都是全球頂尖的 或者香港或者其實這件事情 台灣、中國都一樣就是 香港、台灣、中國、澳門和新加坡 這五大地方 在一些世界性的考試排名裡面 頭五位差不多一定是這五個地方 原因其實很簡單 因為本身整個這樣的地區 是很喜歡跑排名的 所以在香港其實 由於很多事情都是希望以量化的標準 或者以所謂經驗的標準 去作為處理問題的主要方法 所以香港人對於戴口罩 或者進行抗疫措施是樂而不疲的 這件事情和很多歐美的人 其實對抗疫的興趣不大 甚至乎有些抗拒 是形成非常鮮明的對比的 在政府還沒有通過緊急條例 去進行強制性戴口罩措施之前 其實香港有一個族群 基本上是沒有戴口罩 也都沒有什麼興趣去進行 例如很多抗疫措施被禮止 搓手等等 就是在香港居住的一些外國人 就是我居住我區 時不時在街上都見到一些外國人 其實留意到了 他們其實在疫情初期 其實是沒有怎麼戴口罩的 另外還有一個更加有趣的現象 或者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忘記了 林鄭政府其實是出過一個 叫做同心抗疫口罩的 這隻同心抗疫口罩 就被發現原來是不符合 公共衛生下面的一些標準 所以它的防疫效果 是不及這個叫做一般的口罩 當然它最被人扣病的地方 就是它整個口罩好像整條底褲一樣 我還有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 我都不敢戴 見到這麽肉酸都不敢戴 是的 原因是因為其實口罩的承辦商 是專出空圍和底褲、底衣的晶圓集團 晶圓集團是這個叫做布鮮尼的集團出的 布鮮尼集團的一個後人創辦的 所以就看到這個真是羅氏家族 看回這個情況 但是最有趣就是 我的外國人是很多 我印象中我見過大部份會戴這個口罩的人 其實都是外國人 所以看得出其實外國人 他們其實是不會太關注 我們的口罩是否有什麼抗疫 這件事其實是香港一個很特殊的民風來的 當然也可以在這裡看到 香港有我的保守性 但是問題是這件事講遠了一些 究竟以香港這樣的保守性 和對疫病的一種這麼強的恐懼 其實就算是再來一次沙士 就是沙士其實是比起這個新型觀眾病毒 是做了毒很多的 其實因本就沒有什麼可能可以傳播到 因為香港有我這種極端的保守性 甚至乎其實根據現在香港現行的法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未必是看到的 就是了 其實如果你在街上覺得很不舒服 或者太焦了 法例是允許你脫口罩的 是嗎? 是了 是了 就是你覺得很不舒服 我的確以前也有脫的 不過我脫脫就吸一口氣就算了 就沒有脫得久的 有時候的確很不舒服 另外就是有一段時間 有一小段時間 其實政府在講明任何人 在街上任何原因都要戴口罩 但是後來就取消了這個規矩 那麼陳肇始就講明了 不想大家因此而停了運動 這樣的而且確要戴著口罩跑步 是比起不戴口罩跑步是辛苦很多的 當然是做額外的 是的 這件事我瘋瘋的 因為他說我就停了 我真的停了 那時候很快就說豁免了 應該是5、6月的時候 一個短時間 真的有人戴著跑步 我覺得不可能 我就真的戴著跑 這樣結果都要 這個就很現實的 基本上做運動你不可能再戴著口罩 因為空氣不流通 傷害很大 但是你說我們的題目是 其實這個是政治正確 還是一種文化上的正確呢 剛才你這樣講的似乎是西方社會 它的文化上覺得不對 不需要戴 甚至在科學上研究過 都認為其實戴口罩不是那麼有用的 不過事實就是 法國戴口罩是減低了很多很快 這是真的 但是問題是 有些人始終覺得 因為病毒那麼小 其實普通口罩是防不了的 那何必戴呢 但是香港人是肯接受的 可能香港因為沙士的時候 全球死亡率最高 還有死了幾百人 從此就有一種肯接受這些有戒心 這個都是文化不同的地方 但是現在文化不同 就變了我們剛才講的 是政治的問題 你說你現在覺得 現在香港那個情況究竟是政治行先 還是文化行先 還是真的防疫行先呢 比如很快說你通關這個似乎是政治 這個跟防疫沒有什麼特別關係 但是經濟來的嘛 但是跟我們的文化呢 又有衝突 他又叫我們 我們的文化很重視私隱的嘛 我們上次都講過了 現在又要 安心錯誤又要有健康碼 健康碼 那這些這樣的情況 混在一起 獨特的香港現況 那你怎麼評價 究竟這個 我們哪有先一點呢 文化先一點呢 還是經濟先一點呢 還是政治先一點呢 其實不論是政治文化 還是抗疫而至經濟 其實他們如果對於政府有任何的措施 其實都是可以歸納為一種社會政策 那社會政策這門 其實說到尾就是一種博弈和鬥爭 原因是因為任何社會政策 都一定會有不同的持分 而這件事情 首先政府是一定會最大化了它的利益先 然後再按需要去看看有什麼人的利益 要被犧牲 有什麼人的利益 不用被犧牲 有什麼人被遷就先 有什麼人不用被遷就先 如果在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裏面 一個政府它一定是優先照顧了 它最核心的支持者 然後再去照顧一些 有機會將來去支持它的支持者 然後最後才去理會一些 和政府最不對的群體 這是一個典型民主社會的一個典型的情況 就是一個右傾政黨它可能會去關顧了它自己的支持者 左傾政黨關顧了它自己的支持者 諸如此類 所以一個政黨輪體會對社會是這麼重要的 但是如果一個社會本身它不是一個民主政體的話 這樣實質上 但是當然有一個是不論是民主政體 還是非民主政體都是一致的 就是政府首先會最大化了它自身的利益先 這件事情其實就是所有政策都必定是 起於它首先想最大化了自身的利益的 我們看回政府的利益 其實預期說政府的利益 不如看看政府的核心支持者的利益 其實看回很多的其實現在支持政府的一 我可以簡單地去歸納為三類 當然只是簡單地歸納可以繼續細分 或者可以有其他的分類的 但是可以簡單地歸納為本身是親中 就是這麼多年來都是親中 例如是民建聯、工聯會等等 第二堆就是一些公務員群體 就是它們本身就是跟著一個制度 它們是親制度 就是現在它在朝是親中派 然後就有一個制度 親制度 還有第三類人其實就是它本身 在中國是有生意做的 其實三類人裏面最有錢的是第三類 對政府影響最大的也是第三類 給一個例子好像剛剛做了局長的胡建文 其實她在內地裡 她和她老婆在內地裡有很龐大的生意 就是建築有關的生意 其實大家都知道 要做生意其實很多時候 你一定要自己親身落場去看一間廠 看看一些東西是怎樣去運行處理的 對於這個群體來說 其實絕對是政府優先關心 所以為什麼它說什麼商務人士 可以給他們優先上去 就是其實跟它們本身的一個群體 它們是有這個需要有關 而其他人由於其他 根據現在很多例子 香港民業其實都顯示了一點 就是大部分香港市民其實都未必支持香港政府 由於這個原因 所以香港政府其實對於我自己的看法 它其實是可以 基本上是可以無視了任何不支持她的 然後她就只是去考慮她自己 和一些她的關鍵核心支持者的一些利益 所以我們看到從這個思路去分析她會推出什麼政策 這樣就可以一無了然了 因為對於會在內地做生意的人 他們是不會介意不同的這些抗疫措施的 因為這些抗疫措施其實都是跟內地的抗疫措施看齊 如果去內地做生意的話 其實在內地生活的時候 都是會跟著這類這樣的規矩 他們在我這裡做到生意 就是他們在我足市場下 是有一些的適應能力 他們本身也都對於中國的文化 是有適應能力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核區的文化 是有適應能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香港推出類似的政策 相關人等並不會介意的時候 政府不斷推出這類政策 其實是日之常請 當然政府另外還有一個更加核心關鍵的利益 就是現屆政府能否連任 因為林鄭其實還有一次的連任機會 一任特首五年可以連任一次 而下年就是香港的這個所謂的特首選舉 由一千五百名選委選出 那究竟誰會做到特首呢? 那林武雄卿就會認為 應該陳德林或者陳馮甫去做 林鄭和梁振已經不適合做了 那他放了一些這樣的封出來 那這件事可能是合理的 因為陳馮甫曾也是做過世衛的總幹事 那在香港而言 他在世界知名度或者和外國關係等等 其實全部都是遠比林鄭是優勝的 而且見到陳馮甫曾和陳德林 其實他們都是沒有躺到 這個19年的社會事件裏面的一些混水 那他們兩個會不會突然成為黑馬獨善其身上位呢? 這件事未有人知道的問題 其實劉武雄卿這個分析 其實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在那裡的 但是不論如何 對於香港政府的利益來說 我們在說所謂的發展大環區 和要說中港融合 那其實如果他要去爭取中央的支持 那他其實推出更多和內地相似的政策 這件事是代表著他依裁中央的路線 那其實對於他連任呢 是會有幫助的 那中央受不受和信不信納他的誠意呢? 那這個是中央的事 我們是無從得知的 那但是他做了這些行為呢? 至少在邏輯上面 或者在他本質上面 其實都是和中國內地相似的措施呢? 那他其實由於他只有一千五百名選委 而一千五百名選委 其實不少人都有第五屆別 整個都是全國清聯或者人大政協等等 那所以其實他們去究竟他們會怎樣投票呢? 那其實大家是動的 那大家也都看到了 在參選立法會方面 其實立法會選舉的候選日 都是要得到第五屆別的 至少兩位人士的提名 那我們看到例如基國 他是由簡松年去提名的 那例如還有很多基國的區 還有就是鄭榮信和這個良民港 那一定要說起來 因為有些規矩的原因 就是一定要提出 那其他例如蔡明熙 他會有這個叫做熔永期 即是熔永島的弟弟 那其實是考評局主席 就是我們看到他們都是由這類人去提名 那蔡明熙的區 還有這個叫林素衛 還有李世榮的 所以看到了 這類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整個權力架構之下 其實究竟 回到現在的政策究竟是考慮什麼呢? 正如不論政治文化經濟抗疫 其實全部都是社會政策 都是說政府要推出什麼 所以呢 其實從政府利益的角度去分析政策 那就是最合理的 所以從這裏 講他們怎樣連人 連不連人 究竟他們怎樣去推出 甚至乎那些選委都不要說 他們和中央有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他們在內地有生意 去捉進空關 他們怎麼都會覺得是瘦的了 那怎麼都是有一個政變作用 在那裏 講來講的是政治行先 現在影響著我們 反而不是我們的福祉 也不是我們合不合理 當然不是 應該說是所有的政策 首先是政治行先 然後才會有其他的考慮 都要講一下政治 是不是會考慮這些福祉 但是怎麼都是政治行先 如果是政治行先 那麼我們政治化的事情 都沒有什麼不對 就是我們批評它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有兩個人的地方 就是有政治 我所以不斷呼籲我們老爺 他明明針對利用我們 打針就說我們不打 所以比例又不高 那你沒有需要打的時候 就是監人打 死亡的機會又大 就是老人家來講 今天才講 又說想入食肆 你有沒有留意 就是入食肆全部都要打 但是我看真點 他只是說是研究這個方向 就是不是說 將你所有人入食肆都要打 有什麼有疫苗護照 就是有針止才能入食肆這樣 我們一直跟著 我們都知道 現在似乎只是 只有三個月時間 科興 復必太多可能多幾個月 但是你變了幾個月 現在講的是叫他再打 那究竟打多少針才為之 可以入得吃試吃東西呢 還有這個監人打針有什麼意思呢 最新的情況就是很混亂的其實 究竟通關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呢 叫你打針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呢 那就出現這種Omicron了 如果這種Omicron 全面通關 但是逼得過來的其實是經濟 因為12月就來了 這個重要消費月來的 12月聖誕新年 接著是農曆新年 不知道今年多少月是農曆 但是這幾個重要的事情 如果還在這個這樣的 又要疫情又要打針 加上打 接著那些老爺不肯打 好像我這樣堅持不打 又不用安心出行 這種又在內部撕裂影響到 其實都真的影響到 那些人是不出去吃東西的 少了很多人的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那整件事現在究竟是搞什麼呢 是不是 那是 你好東西講了這麼久 那其實所有時間就不是很多 我們交給你再總結一下 那就搞定了 今次 你還有什麼想發表一下呢 這一集 那其實在所有的社會上 都有所謂的上層結構 還有下層結構 那其實有一句話叫做 上有政策 下就有對策 這件事其實是說一個怎樣的現象呢 是說上面有什麼政策都好 下面都會有它的對策去 反制有關上面的政策 如果那些上面的政策是不對的 那這件事是中國政治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當中央政府本身 就是在中國歷史上的中央朝廷 它如果是太過弱勢的話 是會有一句話叫做 政令就不出驚思 就好像當年的唐朝去到中韓 以至晚韓的時期 其實那些凡政 名義上聽你說已經是中央政府的一個成就 那些凡政是會擺明不聽你說的 他們變相就是一個獨立王國 那些凡政就是所謂凡政國據 因為當時反正其實唐朝在疆台是非常大的 所以由於我的人 其實他們為什麼呢 生高皇帝叫我為什麼要理你啊 你的唐朝皇帝 那其實這個這樣的現象呢 是一直延續到最晚期的唐朝 就是最後唐朝 亡於朱全宗 朱全宗是一個軍閥地區軍閥 那他就直接衝過去殺了皇帝 自己做了皇帝 就是因為他所過的皇帝人 但是其實已經沒有了意義所在 因為本身其實唐朝的官員 基本上已經在當時 例如是白馬之禍 基本上已經全部 全部唐朝中央政府系統裡面的中書 即是儀殺已經全部被朱全宗殺了 所以其實已經只剩下一個殼了 他後來連殼也廢除了 其實看回類似的一些現象 或者所謂上層結構下層結構的問題 其實香港有多少人 是真的依靠著政府的政策而去生存的呢 就是了 香港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了 很多人呢 其實他們就算政府出些什麼政策 他們的生活都是一模一樣的 有些很多其他地方 其實例如一些歐洲 為什麼例如挪威和冰島 他們是不會加入歐盟呢 其實原因是因為冰島和挪威 它仍然有很多人是依靠捕魚為生的 而歐盟呢 是有所謂的捕魚配額 就是我們後面這裡 後面就是今晚就是歐盟之旗了 那捕魚配額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每個國家你只能夠捕多少魚 結果就是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挪威和冰島的漁業 其實是會崩潰的 所以他們是永遠都不會加入歐盟的 那其實這種歐洲的經濟共同體 或者很多的東西 例如現在波蘭和歐盟其實是有些衝突的 原因是因為呢 歐盟呢 其實歐盟法院呢 是對全部歐盟食粹國 是有一個中心權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歐盟的法庭呢 其實是等於全國人大這樣的物體的 就是全國人大對香港的中心法院 是有一個收法權 有釋法權等等 所以看回 其實對於歐盟 或者這些這樣的國際組織 或者怎麼說 或者我們講回一個 我們back to basis 講回這個聯合國 世衛本身其實都是聯合國的一部分 為什麼它現在會被人嘲諷為 就是有人就是WHO 原來是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有人就認為 那你們是不是變成 做Really Happy Organization 維利快樂組織呢 那其實那個問題就是 你歐盟一個這樣的體制 就算很多人認為 它是官僚架構 怎樣都好 但是它其實都還有歐洲議會 它其實是有直接向民眾負責的元素在那裡的 但是聯合國 是不是全球六七十億人 一人一票選出來呢 聯合國官員或者世衛總幹事 陳馮富珍 他做了是不是全球人民一起去投 陳馮富珍出來做世衛總幹事呢 就不是的 或者譚德塞做了世衛總幹事 又是什麼一回這樣的事呢 完全沒有這回事 它完全是沒有一個直接民主的基礎 甚至根本沒有任何民主性的基礎在那裡的 所以國際組織為什麼會被吐氣 或者被視為一個笑話呢 正是因為它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沒有一個制衡在那裡的 其實類似這種問題 都不要說聯合國 不要說得那麼政治 不要說一件事都說政治 就算是國際足協或者國際奧委會 其實受賄的情況非常嚴重 每次哪個國家可以去舉辦世界杯 舉辦奧運會 其實擺明80萬一票 160萬可以有兩票 諸如此類 這些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不但還會周圍在那裡和人講假 這樣其實都是講到最後的就是國際組織 它如果純粹是幾個元首領導之下的一些交易的話 其實它很難會有一個穩妥的機制 等於當時其實為什麼會是所謂的五常 聯合國安理會 五常分別是美國 法國 英國 蘇維亞社會主義聯邦 以及中華民國 為什麼是這五個呢? 其實都是我這樣得不到 還有中華民國為什麼會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聯合國會則 寫明是中華民國 真是台灣 這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所以看到其實這些所謂的規矩 其實究竟有多少是值得的 或者其實看回 在第二次世界大使之前 有所謂的League of Nations 國家聯盟的 當時有人想日本和德國發動戰爭 怎麼處理呢? 就是直接退出 所以這些情況 我相信隨著現在世界局勢 或者當時聯合國這個體制 其實是美國和蘇聯之間的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平衡上面的體制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究竟可以玩到多久? 因為其實還有更加多具有影響性 例如歐盟的影響性 一定比聯合國高很多 也是它的作用或者實質權力 尤其是它對我27個國家制衡權其實是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那些國家有什麼衝突的話 其實是會 歐盟其實是有機會是會制衡了一些不同的政策 就是波蘭和匈牙利 本身就和歐盟關係最緊張的成員國 其實是會有很多很有趣的現象發生 整體來說 其實都簡單一點 說了這麼多廢話 聯合國其實它只是一個名義上的 它根本就缺乏任何的實權 它也沒有可能去制衡任何國家 或者由於它五常的結構導致 它其實變成做什麼都做不到 到最後了 剩下的就只有就是 它有時會當五個國家都有共識 我就可能會做到一些事情 但是幾何會有共識 當它沒有任何共識 就只養了一群官僚在這裡 到最後 沒有人會想無緣無故給錢養了一群官僚 到中後一天 很可能就是不如一起不要這個架構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現在越來越多 奇怪有趣的架構 給了一個例子 就有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就是CPTPP 就是跨太平日貿易協議 或者其實現在美國邀請了100個國家 剛剛我就是想說這件事情 你說完可以 是的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歐盟 那麼多國家當然全部獲擾 但是問題呢 27個國家裡面最親租的匈牙利 就不受邀請 普爾旗也不行 普爾旗呢 普爾旗呢 雖然是北約成月 但是由於他到俄國的關係太密切 也都不受邀請 跟美國現在關係極差 中國和俄國當然就絕對不會被邀請 那麼看回 還有很多其他國家 例如法俄 那些都當然不會被邀請 那麼看越南也都沒有被邀請的 而最有趣的就是新加坡呢 都是不被邀請 但是反而台灣直接是以台灣之名呢 是獲邀請的 那麼整件事呢 是引起了全球的一個很大的關注 因為呢 新加坡傳統上面其實是跟美國關係很密切 但是今次呢 李軒龍之下的新加坡呢 或者例如奧爾班 奧爾班之下的匈牙利呢 是不被邀請呢 那麼其實整件事是很外硬 還有都很明顯 因為最有趣就是呢 新加坡的鄰國 印尼和馬來西亞都是被邀請了 但是呢 就是新加坡沒有分 那麼很明顯是對於李軒龍 現在的一個校圍呢 不論是中美兩邊在這裡 懷疑的左右風雨姿態的一個嚴重警告 因為其實有100個國家被邀請 其實不被邀請 我都擺明是代表著我的行為 不合美國的口味 好啊 過了中了我們 那是對的 剛剛本來想補充兩句 因為早幾天都講過這個民主高峰會 適當的時候可能有新的國際組織 沒有了我們不喜歡的全國家 又聯合國又太官僚了 在這次整個孤狼的疫情可以看到它 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為了防疫或者做事 是政治行先 包括現在我們背後這個 起個名字都要政治行先 這個其實開始就很被質疑究竟它還行不行 還可以做到它應有的工作 幫我們防疫的工作 好 時間差不多了吧 我們這集雖然拉遠了些 但是都很切這個時勢 我們要等下一節了 是嗎? 是 那就差不多了 其實可以補充最後一點的 其實這些Alpha、Beta、Gamma這些 很多人是叫Alpha 很多人都叫Gamma 其實如果C是不行的話 其實其它任何字母都應該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樣究竟是一種什麼標準呢? 大家都有眼見的 好 下次再見了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